各位大家好 我是張昆陽 新年 今天是2020年的第一天 這一場的運動由去年的6月9日 去到今年的1月1日 超過了差不多7個月了 香港人厲害嗎 厲害 很多人都會覺得香港人很厲害 但我想跟大家說一聲 就是香港人未夠厲害 為什麼呢 去到2020年了 我們迎接這個2020年 但是同一時間不要忘記 有很多人只能夠永遠留在2019年 不能夠跟我們一起 面對2020年 抗爭每內多一日 代表我們就會多一個手足的受苦 所以我們是一定要努力去抗爭 各位 我們第一個要多謝的是什麼呢 多謝勇武的手足 過去我們之前 之前去推動美國人權民主法案的時候 在11月遇上很多的制爪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發案通過到 是因為多謝勇武的手足 在中大 在理大 勇武抗爭 我們跟勇武的手足 絕不確正 謝謝 同一時間 我們都要多謝各位的和理非 香港過去 從16年 從魚蛋革命開始 一開始 香港人未必接受到武力的升級 未必接受到武力的抗爭 但是19年 香港人 全面接受到和理非 亦都全面的很勇武的人士 今天我們要做到和勇不分 才可以將這個抗爭 帶到新的高度 好 同一時間 都多謝民陣 邀請給我們講話 同一時間 我也想呼應今天民陣的主題 很開心 過去可能很多人批評民集 太過和理非 但同一時間 我們都見到民陣在進步 今天這個主題 我們見到有不同的工會 他們在 我們大家要一起加入這個工會 因為未來香港 我們需要一個大規模的罷工 我們要入工會 我們要入不同的基金 我們要給一個罷工基金 去支援各位罷工的手足 在這個情況下 希望各位真的元老經過 都可以找回自己所屬的工會 同一時間 不要忘記今天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不單止教育界 和不同的界別 我們都要面對不同的清算 我們要防止他們的清算 上個月 我在香港 見過 由美國來的一些國會的代表 他跟我說 他說 希望未來 我們的制裁報告 除了可以針對一些個別的人士 更加是一個全方位 香港自治的檢討 簡而言之 我們需要每一行 每一頁的各位香港人 去睹灰 如果教育界 我們不同的界別 例如金融界 上個月 匯豐 取消聲火的戶口 香港警方 公開聲火七千萬的資產 這一筆帳 我們一定會算到底 我們要制裁所有 親中賣港的企業 還有 不同的企業 過去也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實力而跪低 早前我們大家都知道 國泰 有很多為了撐香港的空者空少 飛機師 因為聲門這一場的運動 都被國泰無理解僱 所以很多這樣的企業 我們都要靠大家去睹灰 每一行每一業的人士 靠你們睹灰 告訴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會製作新的制裁報告 去完全 我們要制裁這一批企業 大家要記住 守護香港的自治 不是單純我們這樣說就可以了 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繼續在新的一年 去透過國際 和本地 勇武不同的戰線 一起走下去 等等好不好 好 還有到最後 我也很同意 有些朋友的說法 今天我見到 有些人都拿著一些 一些牌的 叫做什麼 天滅中共 我們記住 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由現在開始 我們就要針對共產政權 我們不要忘記 是因為中國 令到我們香港變得 今時今日緊 所以 我們接下來新的一年 好像林維康這樣說 好像其他人所說 開啟新的抗爭 不要再迷戀 不要太迷戀 制度內的抗爭 我們 一定要 針對中國 我們要制裁中國 我們要制裁中國 五大訴求 決定香港 五大訴求 決定香港 光復香港 決定香港 光復香港 決定香港 多謝各位 十五大訴求 五大訴求 十六大訴求